三名高中 施芳廷老师 他在校内协助建立了第一间专业表演教室 也积极地带领学生参加大小竞赛 荣获了奖项肯定 时常在构思创新有效教学方式的他 替校内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风气 带领着学生在校内专业表演艺术教室上课 教学灵活的施芳廷老师 也为校内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风气 那在学校的整个表演艺术的教学上面 因为方婷所以我们有了一个 比较专业的一个训练 培养学生的表演艺术的场地 所以他也会是我们培育我们三名高中 不准高中生和国中生的表演艺术 种子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那方婷之前是老师后来当了训练组长 后来又当了教务主任 他也把表演艺术的点子 都放到这个活动里面来 包括以前的演讲 我们都是请讲师 学生排排坐在地上 有时候天天会打哈欠 可是他放了很多表演的团体进来 然后所以学生边看表演 就边觉得哇这表演很棒 用视觉的方式传达一些生命教育 或者是生涯的概念的部分 或反读的部分 所以反而不只学生喜欢 我们老师也都很称赞 他也积极带领学生参加竞赛 鼓励学生勇于发表意见 展现自我 之前曾带领参加广达 有余艺的创意教学竞赛 在当时荣获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我们其实最刚开始的合作是在103年 我们参加广大有余艺的教案的比赛 那时候我们是以夏卡尔 就是手上这个夏卡尔为当作主题 然后我们做跨领域的合作 然后那时候的方婷 在这个教案里面 教导学生用蒙太奇的手法 去拍摄他们 对这个主题的一个想法 学生在他鼓励之下 就很有信心放得开 去做很多很棒的创意的 那个影片的制作 那这个比赛我们得到第一名首奖 我们就去西班牙去见学历一番 而教学创新的他 也在另一次的比赛中 带领学生以表演艺术 呈现出山水样貌 也获得了肯定 那第二年呢 我们觉得这样机会很难得 一方面让学生 我们教学有些激荡 然后学生也有一些收获 然后我们又可以出去玩这样子 所以我们第二年 连续参加第二届的那个比赛 到时候我们是用宋代的 那个美术的部分 来当做我们的主轴 一样跨领域的合作 然后但是我们主题变成光与影 那方婷在他的那个表演艺术领域 他把光跟影就跟那个光影的 类似傀儡系啊等等的部分 把它拉了进来 然后学生在那个布幕之后呢 用阴影的方式 那个表达宋代的山水 在师方婷老师教学回顾展中 其中有一个区块 是学生写给方婷老师的话 无论是否曾是她的学生 在这里都能够感受到 她热情投入 以及丰富多彩的教学生涯 记者沈志勇 林家珍 卢州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